第2節,我們繼續有黃博士跟我們說 如何處理隱蔽青年的情況 黃博士,剛才我們說了一些成因 了解了這個情況 今節也想問你多少有關 如何去支援這班青年 我們也想先問一下 其實剛剛說定義這班青少年 其實也要有幾個條件要提 而且可能我們要找他們出來 已經不容易了 我們怎樣去知道原來他經常在家 或者他開始需要什麼時候去幫他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去得知 他們什麼時候是需要我們的幫助 Hiley,你問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很多人一問就問我們怎樣幫他 因為我們一開始問怎樣幫他 其實就錯過了一個很重要的時段 就是一段時段 其實由他開始有這些意願 到他真的開始慢慢隱蔽 這個過程可能是一年多兩年 或者是over the years 當然他們不是一班會自己說 我有事要尋求協助 我找些公傾的人 所以是before我們要說 可以用什麼方法幫他之前 其實應該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樣 好像你這樣問 我們怎樣去接觸這班人 因為他隱蔽 我不找他出來 我怎樣幫他 好,在這個隱蔽的過程 就是我們的process 隱蔽的process 我猜有很多人可以接觸到這班人 剛才說的第一集,第一段說 很多時候他們都在學校的時候 開始有這些所謂疑辱 或者真的開始慢慢不上學的行為 那誰接觸到他最多呢? 當然是同學生和老師 所以如果譬如同學生 我開始感受到這個朋友 如果同學生不是去欺凌他的人的話 那他可不可以跟學校寫工說 或者跟學校老師說 他可能有這些問題 他不想回學有原因 是不是早點跟他聊 讓他回來學校會好些呢? 好了,如果同學生做不到這件事 當然老師也有責任 但是老師的責任當然他回學 都是青少年朋友的責任 但是老師去怎樣管理 那個班房是老師的責任 所以老師其實這個朋友不回學 除了要告訴教育局 開始有同學仔所謂抗復 不回學了 究竟手續上要怎樣做呢? 學校有什麼理念要怎樣處理呢? 怎樣處理這班同學仔呢? 但是問題又出現了 就是我們的教育制度 其實十五歲之後 其實不一定要回學 因為他十五歲之後 其實有很多事情 他自己半成人都可以做 那就要去到家長 那錢也要回家 你十五歲 你未有自己的空間 你一定要回家 所以父母其實是在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你究竟他回來 你讓他繼續在這裡住的話 其實除了養他之外 你怎樣去輔助他成長呢? 當然不是每個父母都這麼聰明 勸他去做什麼? 可能自己父母都不知道 但是至少父母會不會幫他去尋求協助呢? 對了 但是這個過程 剛剛說過 是幾年多年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這麼多人都找不到 或者這麼多人都幫不到 唯有就是靠專業人士 那專業人士 現在我們有幾個行業的人 或者專業人士可以幫到手 當然香港的環境 社工一定可以幫到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香港有社署 或者會分到一些項目 是叫做網上的青少年輔導計劃 或者青少年協助計劃 我們叫做Cyber Youth的 Ritch Out Service 其實如果那班朋友仔 他們不懂得自己尋求協助 但是社工可以在網上接觸到他 可以跟他建立到一些所謂的關係 勸他出來去接受服務 或者其實他不需要很重的服務 可以在網上跟他聊 解決了某一些比較不太嚴重的事情 其實可能都已經幫到 好了 學人哥 學人哥其實有一班護士 他們真的會去做家訪 但其實內容做什麼 我們都不太清楚 因為很多所有文件都是韓文 我們沒有特別深究 沒有特地找人做翻譯 我不太知道 只不過他們就說 其實當那班護士上門去探望 這些青少年 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他們 然後我又跟那些 譬如新加坡或台灣的一些學者 或者一些社工談 其實這兩個地方 有些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他們一定要當兵 這樣的政策 如果譬如講新加坡 一個青少年 他違抗要當兵的政策 很明顯政府要派他上門 去看這個人為何不當兵 當然他有很多理由 他可能是病 他可能是心理有問題 有一些心理病 但他也要上門 而且他要上門那個人不可以不開門 不開門就是犯法 所以這也可以是一個 possibility 如何接觸那班人 當然這些都不行 那就真的要再複雜一點 就是要將這個青少年朋友 和他的家庭 勸他去接觸正常的醫生 心理患者或者社工 我們剛剛說到 可能去到最後 發現這位青少年好像不太拖 都真的可能要家人 去幫幫忙勸他 不過很多時候聽到家人 就說勸著 又不行了 那就逼吧 逼就可能會否斷他一些 資金 或者斷他一些WiFi 不知道這些又會不會 就是會不會有反效果 因為我想很多家長都想問一下 究竟我可以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都是其實很多家長 其實很多家長都經常問我們 這個問題 究竟那個小朋友經常打機 我是不是搶他的機 他經常上網 我是不是要斷了WiFi 他 譬如有真的有些賭博的行為 我是不是他欠大衣洞錢 我都不幫他還 其實這裡一系列的 沒有一些很簡單的 Clear Cut的答案可以給大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又很一人而二 究竟那個需要接受Service的朋友 或者需要去被幫的人 他的性格是怎樣 他不是一個很火爆的人 他不是一個你搶他的東西 他真的會跟你奮力抵抗的人 還是其實那個小朋友勸得到的 或者那個人是可以跟他慢慢聊的 那當然你搶他的機器的時候 是用很激烈的行為 你怎麼搶他的機器 還是你跟他慢慢聊 不如先放下吧 我們放下 但是你搶完他的機器之後 你也要給他一些東西搞的 你也要找個replacement 給他一些東西 讓他可以消磨的時間 那你會不會 譬如當我是家長 我跟他說 不如你放下電話 放下電話 有個alternative 跟你一起做些事情 如果他小一點 你有沒有有興趣的去那些住台公園 如果不對著這部機器 我們就出去行走好不好 又或者譬如會不會近日 我們甚麼Happy Hong Kong 有很多發生的 會有大數個小朋友出去玩呢 一定要想起個alternative 除了沒有plan A之後 究竟B,C,D,E 究竟是甚麼來的 也不是B,C,D,E 不是家长想做的事 而是小朋友想做 如果小朋友是不喜欢做运动 你强迫他游泳 你又是推他做些不喜欢做的事 他当然反抗 你又抢我喜欢做的事 又推他不喜欢做的事 那你是不是搞我了 所以其实 拿完不拿 cut完不cut 还有你给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中间也有很多技巧 所以不是一些很 yes or no 可以拔他、抢他、不给他 就简单解决他 就不是那么好 可能对于家长来说 都未必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他可以用一二两月 一两句这样可以处理到 是的 因为都是因人而异 第二又真的说 究竟父母有没有耐性 有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接着他又明明青少女朋友 他朋友自己喜欢什么 当然又加上家长喜欢做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陪他去 你自己也不做运动 你强迫他去跑步 对呀 那个儿子喜欢跑步 那个女儿喜欢跑步 你自己落到场的时候 你在那儿坐 你跑啊你跑啊 那又是基本上 都不是一起做事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所以可能这些时候 家人就会去找一些专业人士帮忙 是 所以可能我也想问一下 博士会不会最后 都有一些提示 给一些我们 例如社工的专业人士 去帮这班青少年 或者这些的家人 我估计为什么 我们做任性工作的朋友 常常会和人分享一些东西的 千万不要很快地承认了 那些人有问题 是会自己走去找服务 这件事是我们常常 所谓的服务企业人士 有一个迷思 我自己常常有迷思 觉得我的服务很好 你来找我吧 但是问题是 有需要的人 不是这样 无端端说 我好像要剪头发我就走进发型屋 那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这样的 help seeking 我们说是寻求业座的模式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要assume那班人 其实是要哄 是要求 我们又要做很多的 所谓的marketing 或者preach 他们真的要去 为什么来我这儿 接受我的service呢 这样 那这个是其一 还有这个过程呢 是很久的 真的有一些个案 其实我们帮引清我的同事 告诉我 可能这个engagement process 是在讲连 是用连去慢慢 去家里探访 敲门 舌址 带一些玩具去玩 带一些board game 去玩 但是他又不肯出来 我又要下次再去 但是你又不可以没有耐性 因为你去到他不开门 你不可以case close 因为你真的在做个案 这个是我估计 如果真的有心 去做隐蔽青年的人 去帮这帮人 其实那个耐性很重要 第二 就是因为每一个青少年 当然他们的兴趣都不同 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调起 他来找我们呢 又是一个技巧来的 他来到我们 见我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谈 暂时都不是很多 所谓的研究可以back up到 究竟是否用我们 经常说的认知行为治疗 还是用我们 譬如我们很喜欢帮帮一帮 有我们的addiction行为的人 譬如我们说motivational interview 动力的访谈技巧 是否这个方法呢 因为用这个方法 其实是想着去告诉那帮对众 你现在是一个想着想改变的程度 怎样可以将想着改变 到你真的做些事 去改变你行为的程度 这个也是我们辅导的技巧 但又不是很多学术的数据 去证明哪一件事最合适 我们现在在香港做得最多的 我和我的同事 就是用动物辅助的方法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 那帮人被青年 如果对人没有兴趣 可能他们会对狗 或者对猫有兴趣 这件事可能会寄出他们去中心 但是之后要做什么 当然是人做的 当然是社工做的 比如社工可能跟他做一些 叫group therapy 一些我们叫小组的治疗 或者真的做一些 有少少去帮他找工作的 一些技巧的training 一系列的东西 这些真的比较香港的社会工作的模式 但是譬如如果这些服务在欧洲 因为那帮做隐蔽行为的专家 发觉跟精神病很大关系 所以他们会用回精神科医生 很常用的东西 就是个人访问 就是个人的治疗 都是用一些很经常的 例如有时可能真的用药 可能用一些精神病的药 所以再说下去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专家 不同的专家如何去看隐蔽这个行为 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所以暂时 始终这个行为 都不是一些很长久的研究 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不太多 好 谢谢王博士的讲解 今天希望透过这两节 大家会了解到 更多有关任币青年的状况